日军与莫尔兹比港的距离只剩下了不到50公里 就在这个时候 美军增援部队终于赶到来 战局开始迅速逆转 9月和10月 日军节节败退 日本军队孤注一掷 进行了自杀式的抵抗 盟军一方又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才把日本人彻底制服 战场上尸横遍野 一万五千名日军挺进巴布亚新西南亚作战 最后只剩下三千人生还 日军陷入困境 他们在海上已经失利 现在他们又丧失了陆地上的主动权 而美国的军事实力到这时候才逐渐显现